老花姨每日一打回答一下 臭宝们的氧化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这个月季 买回来两周了 开始黄叶丢叶 然后咱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就是典型的那句话 水大缺光通风叉 大家买到时候 这种盆栽类的时候 只要是洗羊 大家也要去给煮光照 好吧 你像夏季高温的时候 避一避暴晒 其余的季节 你还全日照 得全日照 你没有光照 这玩意怎么活呀 哎呦 臭宝 就是水大缺光通风叉了 啊宝贝 也不排除肥大的可能 有很多的花儿 我刚买回来花 很爱惜 就拼命的试肥 吃多了 就撑了 好吧 就这三个原因 老花姨 杜鹃心眼黑尖是怎么回事 鸡水 欧根通风叉 哎 你想想 只要是夜尖发黑 一般就两个情况 一个是水大 一个是肥大 是吧 有的话 老花姨我没浇水 我半个月前浇的水 它为什么会水大 主要是通风叉 它水挥发不出去 时间长了以后 它就闷在根部 就会导致闷根 然后会体现在叶片上面发黑 水呢 就是这样子了 明白了吧 所以说呢 要增强自己的通风 尤其是杜鹃花这种 毛细根须的 一定要让盆土排水透气 好吧 下个错吧 地栽的自止花发黄 我都不用看图片 不就造成黄花病 哎 来了吧 黄花病 什么叫黄花病呢 不止一时的跟大家说 黄花病呢 就是人 营养不良 类似于人的贫血 光补铁是没用的 对吧 你首先你为什么缺铁啊 是不是因为消化不良而缺的铁啊 那先治疗消化不良这个病 铁同时要补 其他的营养也要跟上 像肉鱼蛋虾 这些都得吃 植物也是啊 你看一般的这种都是因为碱性过高 而导致的营养不良 消化不吸收 是吧 大家要怎么做呢 首先啊 要调节一下土壤酸碱度 可以多存一些鱼水 如果是这种地灾的宝贝呢 您可以发酵的一些个 你比如说你发酵一些出鱼垃圾之类的 发酵一些果皮水之类的 你要是真有钱的话 可以买翻分水啊 日常的时候多接一些鱼水 然后松松土 把表面的土挖出来一部分 或者说回填一些个像鸡肺啊 鸡肺也是一种三性的啊 所以说呢 这些个都是先解决酸碱度 然后呢 再去治疗这个黄化病 黄化病的话可以用熬合铁 如果说 嫌比较懒的话呢 也同时可以用翻分水 就除了跪没别的毛病 效果也好 好吧 这是这个事 这样你要盖成这个事 然后呢 这种花是喜欢全日照的啊 一定要给出光照 光照不好长的也不挂晒 下个错误说这个 草莓之星啊 始终不经谁买回来的 这也是有点水大 秋光突风差 有的话如老花一柴鱼 这些不是不喜欢光照吗 是 但是你不能晒 我现在晒的这种光照 你知道往这边看 往这边走一走 像这种半阳半阴的一个日照 我们通道里面这种 这种散射光给足一下 通风好一点 这种东西自然就能缓过来 就是浇的水有点多 通风有点差 下个错误说 月季去年就皱了八季了 是什么玩意的吗 招了虫了吗 这个没事啊宝贝 这没事啊 这还是略微有一点点的水大 你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用了很多的磷肥之类的啊 这个不敢确定啊 这不你用磷酸液碱用的比较多 它也会皱涂巴巴的 然后光照给足啊 适当的补一些个沸肥之类的 或者是奥利328s 奥利1号也可以 好吧 给足光照 没事去年皱了八季了 今年就开始复苏了 那长的新芽不都挺好的吗 其实这种呢 一般都是缺微量元素的一个钙元素 没事 你就正常给足光照正常养 长得不好就减 慢慢就能吸收上来 好吧 这话说 这怎么回事 它就像孩子长得快 你134岁的孩子 长得很快的时候 他都缺钙 你补也补不上 对吧 哎 开过纳智节吗 对 就是一脚油门下去以后 它就小炫波 老花一您好 这种花地栽的叶子绿的 还能救回来吗 地栽的宝贝 这个就缺水了 你像这个东西地栽 它不适合在北方地栽啊 宝贝 你这话说 我是南方的 南方至于这么干不楼收的吗 对吧 哎呀 南方的说不好意思 你像这种地栽的宝贝 你猛的一强光暴晒 水很容易就供不上了 边上的水都干了 水滋滋 水滋滋 光照墙 水分一定要足 然后记得适当的是非 他是喜欢阳光大 水大 还有肥大 三者缺一不可 没有阳光 是吧 你浇多了水 它就烂根 好了 现在没啥了 有其他样问题的 可以视频要留言 我是老花一 老花最长一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见 拜拜